媽媽,今天附件做得好不好?還可以嗎? 你回去喔,要打網路 網路有一種計程車,你知道嗎? 不知道耶 有一種計程車比我們這個還更寬大的 專門在服務你們這種政府補助的 你打清北市政府有一種什麼 就好像你們叫的那個富康巴士,你懂嗎? 他是計程車,他是考成黃色的 政府補助一台車,補助他們40萬 他們專門在載你們這種的 可是我是台北市人,不是新北市人 不管那個車就是要服務你們的 那我打什麼關鍵字啊?不好意思 新北市政府嘛,然後你打去問服務 不是你打到新北市任何一個 轉機,那個總機你就問他 聽說有一種計程車啊,他專門在服務我們老人家的 喔喔喔 我要怎麼樣就是聯絡得到那個司機 OK,好 那你就把電話,以後你們要出門提前跟他約時間 你懂我講意思嗎? 我知道 不是有這種車 喔是 不然政府一台補助他40萬,我就沒有40萬 喔喔 這樣 你懂我講意思嗎? 但是問題是我們做那個 做這個 不是我的意思說做這個附件啊 到時候什麼時候會做完 有時候快一點,有時候慢一點 那就變成很難跟他約啊 你要付他跳表費啊 對啊,那我就想說像你這個車子就可以了 那比較簡單 那一般喔,我們平良心講 一般車子他們有在排班 我們是不會去給他們載 啊你講的也沒有錯 一定要我們這種車子才載得下 對,所以他們看到我們在上車 他們心裡有數啦 對,沒有他們也不要載 因為他們想到有輪椅他們也不要載 對 不然重點他們也載得下 沒有他們載不下 他們載得下 他們不載而已 那後車廂放著又不會飛掉 那輪椅又不會飛掉 我就看過人家載了 怎麼會載不下 不是,我這個車子比較大 所以他們載不下 放進去有沒有 那個車門不用關起來 對啊,他們不願意 門不關起來啊 他們覺得危險啊 不然這種車以前還沒有載程車的時候 你們也是要這樣來復健啊 不是嗎 嗯,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車子 才買了幾個月而已 以前不是用這種輪椅 用普通的輪椅 所以從來就沒有問題過 那因為買了這個特殊輪椅 就比較麻煩一點 沒有,我是跟你講一下 對,感謝感謝 欸,不會 那那個是應該要服務你們的 對對對 你懂嗎 對,但是你知道那種叫了以後 你就時間你就很緊張 然後老師還沒做完 你就一直在那看時間 那弄太晚也不好 那就是你時間就卡住了 對啊,他們那種司機喔 其實他們那種最有前轉 嗯 因為變成服務車子 比較特殊的 嗯 都是預約等嘛 嗯 好像也沒幾台吧,你也沒那麼好叫 對啊 嗯,我上次叫臨時車也是怎麼叫都叫不到 嗯 這個富康巴士叫一次就很貴了 嗯 對吧 沒有沒有,他們的價錢很便宜 他有打折 所以實際上 富康巴士有打折 對對對 所以非常好 非常好 不用這樣爆嗎 連輪體一起上 對對對 問題是就是幾乎都是叫不到 嗯 因為那個要做的人很多 所以你怎麼叫你都叫不到 叫不到 對 不是啦 就是人數生多週少啦 叫不到這樣 所以我就說是價錢的問題吧 不是不是,跟價錢沒關係 他很便宜 他非常貴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因為是身心障礙手冊 我們有身心障礙手冊 所以他有打折 打折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叫他都沒車 嗯 對,要五天 五天前他又有一種是重度的 極重度的 五天前叫車那幾乎都有車 有車子的機會比較多 但是呢 我們不是極重度 我們這種情況他說是中度 嗯 中度 中度 那所以呢 這三天前才可以叫車 那三天前叫車的人就很多 所以幾乎都是叫不到 又排不到 對對對 哦 那麻煩 是 未來醫療 照顧醫療這一塊很缺的 對,沒辦法 所以我常常都是這樣 零食就 就 炸槍了 嗯 嗯 左是 一道 對,光銀行